西城說是 沈西城 林康正 Baby 屯理論盡 天下大事 香港日是 昔日往事 沈大哥一看到剛剛那單新聞 韋達46歲 被洪祖航嫌你 老了 你騎不行 千六米 於是 之前跟大摩說過 千六米以上 就不要找韋達騎 結果這次大摩有些溝通問題 千六米不是以上 千六米 於是就報了韋達 最後洪祖航決定挺令人意外 第一 火箭區不跑 退賽事 第二 簡直是拉隊走人 去羅富泉那邊 這些事我們局外人 就不是太了解 我們也是聽報紙和《棟新聞》說的 是否以來呢 即是這兩三個月來呢 大摩的戰績不及得上季好 變成了杯王 讓了給蔡宇航告東來 成績在十名 跌出十名以外 可能洪野有些不高興 那自己的街藤區換過來 想代替街龍區 代替不到就差一點 那就沒有什麼引擎 那他就說千六米以上 千萬不要用韋達 這句話有自失足的 千六米以上 現在剛剛是千六米 千六米以上就是1601 現在是1600 那你又說呢 但是沒有理由不尊重你的洪野 你說千六米以上 那你說呢 應該這樣說 千四米以上 你就不要給他騎 那如果去到千四米時 又報了一對韋達 可能又出了這些事 不是 你千四米以上 你不要給他騎 你千四米給你騎 那你就要說 千六米就不要給他騎 那我想洪野的意思 就是不想你 起用韋達的了 就無論你說千二米也不想你用他 就是他的馬就不想韋達碰他 但是大摩呢 作為一個職業練馬師來說 上一年 上一屆 兩千他都跟你贏 那韋達跟這隻馬 可能合拍的 就未必一定輸 那我覺得 紅爺有紅爺的道理 大摩就大摩的道理 不過我又覺得這樣 就不需要說你退出 可以換個騎士 或者不准換了 我基本給他跑 他看看他怎樣 或者他跑到 如果他跑不到 跑到好像配湯尾 四甲不入 你就大聲 紅爺 對 說起紅爺 當他以前叫金利來的時候 我見過他幾次 他可能都不記得沈西成 那時候他做南華會 還要搞足球 這十幾年來沒有見到他 聽聞紅爺發了大架 就不是紅祖王先生 很多人叫做紅爺 他非常有地位 但這個人類不是不好 即是容易商量 是福建人 那麼勞氣 就飛了三隻馬去羅富泉 羅富泉就開心了 羅富泉當然開心了 三隻都不錯 羅富泉今季到現在 是58場頭馬 好像一定是破紀錄 因為新開的馬房 最高紀錄就是60場 就是我們蔡陳仙保持 現在他58場 還有十幾次賽事 贏多兩場 平紀錄 贏多一場 就破紀錄 哇 他精英班 我們羅富泉 沒有了馬的 現在做了三匹 一匹精英班 哇 他實在拼命 真的開心 練 等到紅爺高興 說不定 有兩隻團體馬 那些什麼 拿來的 都過來了 那裡 所以 他一定會拼命 就益了羅富泉 展望下一季的賽馬 我覺得如果羅富泉的兵員 在精英班有 他未必不可以威脅到他師傅 蔡若翰 今季他的馬是四、五班 跟著三、四班 第一班他沒有什麼好東西 第一班好像只有一百零一件 是 那就不是這麼高興 現在有這三匹 如果練得好 就自然 紅爺的老友 那些精英 就會過來羅富泉 裡面一流的大馬房 可以跟蔡若翰練一下 作為我們香港人 愛香港 愛自己的人 都希望羅富泉 就可以滿足到沈大哥 和無數馬米的願望 就不是一定要打下師傅 跟他拉近距離 可以捏一下 是吧 我們都高興 因為只望那些騎師 我想今世都沒有望 是 可能有中國騎師 跟外籍騎師來爭冠軍 這個發夢 就像梁家俊 現在好像第五名 近來立了油 有一段 厲害到鬥贏莫雷拉 現在我不看到那些鏡頭 都立了油 不知道是不是有錢買奶粉 回去抱嬰兒 變成立了油 演出這一輪 令我們的馬 有些少許失望 我們就希望盡力生性 現在看到 潘明輝一時好時好時患 但是他的實力馬 不夠 就很難威脅到前領的 騎師現在第一是莫雷拉 第二是潘頓 第三是田泰安 本來就是羅利亞 羅利亞 炒飯哥 這三個 你不要說 要打倒莫雷拉、潘頓 打倒田泰安都難 好像史卓鋒也是在前列 我看很難 因為我現在看到 我們香港的華盛騎師 暫時沒有一個可以 在短期內可以威脅的 我都很失望 至於莫雷拉先生 初初來的兩季 我們是驚迷天人 現在我們是視為壞人 為什麼呢 有些馬真的不是這麼騎 我們很公道 雖然我都很欣賞騎工 但是騎工 他現在是挑時間來施展 因為時間不適合 他馬就跑去外檔 他不攝毀 不知道什麼事 就問一下莫雷拉 問一下敬賽小組 還有一件事一定要說 到下個禮拜 好像27號 是 這個 是 是 以前叫跑馬王 誰贏就是馬王 這次不會是巴基之星 這次馬王 再去蓬佩 高東尼 我們高東尼每個人都拿著 他三隻馬 是 馬卡羅斯 時時精彩 還有這隻巴基之星 剛剛看他視習表現如何 對這幾隻馬 視習呢 就不作得準 至少他會告訴他 這隻馬懶出閘跑 跑順了 跑得很好 對 他最捨 這個問題呢 背湯美先生呢 就被人的信心不足 那些施習和真正跑呢 是兩回事 尤其是遮打杯 人家你去人也去 戀兵相接呢 背湯美弟弟呢 今季的演出呢 就令到很多人跌了眼鏡 順勢就影響了大摩的財職 大摩不出聲 我想他心裏面 都憤怒到牙癢癢 但是大摩又找他 又傻傻的 大摩你不怪他 他初初以前是不錯的 大摩就不傻 傻的那個 我覺得是高東尼 大摩不傻 因為他初初以前 他找他來 其實那些位置 很棒的 他又拼命求他 他沒有錯 就錯了自己 背湯美 哥哥死了 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呢 今次最錯呢 我希望我就 跌眼鏡 他又找他來騎 這隻巴基斯星 我就真是 驚驚地 他是不是想賠率好分一點 不是 你這些馬就要贏 這隻巴基斯星 現在是香港馬迷的偶像 你贏 你不是賠率 我問你了 現在你坐未跑之前 你要採訪去調查 訪問10個馬迷 背湯美你滿不滿意 我想就是11個 告訴你不要 是不是 那為什麼 高東來 你要逆潮流而行 逆勢而行 證明你有眼光 你也有幾隻馬 給他騎 中華盛勢 騎好一點 拿Q 他跑第三 是不是 你看 這隻巴基斯星 騎好一點 他第三 那你何必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有隻時時精彩 破肌勢 六個馬位 我不知道他哪個騎 他就是 潘頓就跟他說 Tony 你叫巴基斯星 給我騎 他不要他騎 馬克羅斯 聽死的 馬克羅斯 馬尼雙 再跑 又爆尾 不是爆尾 我真的 為什麼你不給 潘頓騎 你說時時精彩 他跟巴基斯星 你給馬迷彈 個個都當然要舉手 巴基斯星 是不是 為什麼要找這個配搭 就是讓我做 阿丁先生 我不跑了 我學紅組行 我不跑 拉 真的 如果這樣 馬起 如果給這個 現在 神由太空的騎 需要騎 我怕會影響隻馬 他是否想 試試對精彩 其實這場 我就很琐事 很希望我看錯 我希望高東黎 對 真的 我對高東黎先生 沒有其見 但我真的怕他 這次 我真的希望我看錯 我希望高東黎的選擇 正確 希望巴基斯星 可以贏到 很希望巴基斯星 做馬王 但是 因為這樣的配搭 就令到我有些憂慮 是否絕對 或者 背搭尾 發揮得 臨尼盡之 靠你巴基斯星 翻山 也很難說 人有高潮低潮 我們不能一棍 就打死 背搭尾 我站在馬 我都看見 背搭尾 起來 你明白嗎 我都不想看到你 湯米 我又叫湯米 你又叫湯米 我不想湯米是壞的 但你真的令人失望 你可不可以今次出閘 穩陣些 聰明些 不要專門走外檔 入直路才走外檔 弄回好氣 恢復信心 弄回以前的湯米 不要現在的背湯米 行不行呢 我都看你好 我亦不想你壞 又不想你 因為你其實都論盡 令到巴基斯星 跑不到 我們香港馬尾就很失望 我看這個就是拉馬 丁志強 我希望 有時候太英雄主義 和太固執 好像對徒弟蔡明嘯 壞人 都說明嘯不聽話 你便不要想 到現在的結果 又是再見 他早就要這樣做 他不聽你 你也要說自己很適合 這位西洋仔 我不認識他 我覺得他很適合 真的 即是不得圆通 现在很简单 下个星期就可以证明 沈大哥错 要是告冬没错 如果跑不了沈大哥 对了 如果跑到沈大哥错 沈大哥错不重要 不影响了我 对不对 我看我错的 OK 拭目以待